对于这个常年霸占电视机广告的等等等等 相信大家都很熟吧 没错 它就是来自世界500强企业英特尔广告的专属BGM 但这样的大厂 为什么却被玩家笑成为牙膏厂呢 诶 今天给强就来给大家说道说道 其实早在30年前 英特尔就凭借累计生产1.6亿个芯片 销售额高达250亿美元 并占据了全球80%的PC市场 坐稳了半导体行业的冠军宝座 而竞争对手AMD 由于当年技术力还不到位 所以常年被英特尔打压 2006年又随着酷睿品牌的推出 更是让英特尔高歌猛进 市场占有率一度达到了82.5%的顶峰 面对这种几乎没有对手可以匹敌的局面 英特尔开始慢慢选择躺平 而当时的AMD也确实还不能yes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两核心4000成的规格 让英特尔从初代酷睿i3530 一直沿用到了7代酷睿i37100 而每一代的性能提升 平均也不超过5% 这就如同生活中使用的牙膏一样 每天用一点几一点 不过英特尔就是每年几点提升点 929只玩家就开始用几牙膏这个词 来形容英特尔产品性能的升级了 这也是英特尔为什么会被称之为牙膏厂的直接原因 而反映到制程工艺上 大家熟知的14nm工艺 也被英特尔从5代酷睿i一直沿用到11代酷睿i37100 这种14nm++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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做法 也更是加深了英特尔牙膏厂的称号 除此之外英特尔也还有着牙膏倒吸 牙膏挤爆等额外标签 好在随着AMDs叫得愈发响亮 现在的英特尔也开始极力地革新改进研发芯品 其中为用户带来更好性能的CPU 甚至开始研发起独立显卡 至于它能不能摆脱牙膏厂的称号 那就是各位说了算了 当然所谓的挤牙膏其实很普遍 游戏更新硬前迭代 此视频又何尝不是挤牙膏的一种呢 你说是吧 那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好玩好笑的科技梗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说不定下一期就是你想看的内容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三连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